在中国某些民俗和神怪故事中 动物需要恋化一块叫做横骨的东西 才能口吐人言 与此同时 猫有猫言 鼠有鼠语 鸟语是极难学的 狐狸是能言善变的 蜜蜂则热衷于在花丛中传播八卦 这些幼稚而可爱的幻想 其实非常接近一个重要的问题 人类的语言能力真的独一无二吗 一些社会性的动物 为了解决社群中的各种问题 可以发展出和人类语言很接近的交流方式 例如根据听到的声音学习新的发声方式 大象生活在一个裂变融合社会里 象群的成员和规模一直都在变化 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 让他们发展出学习新声音的能力 并用于交流 一头叫做Layka的年轻子性非洲象 擅长模仿卡车的声音 从图中可以看出 它并非简单模仿刚听到的声音 而是抓住了卡车声音的特征 而一头雄性非洲象 在动物园和两头雌性非洲象生活了18年后 就学会了亚洲象特有的短促鸣教 精类是另外一种极好的例子 例如领航精会形成不同的群络 每个群络由若干个直系小家庭构成 这种动物会在不同的群络间形成方言 研究人员认为 领航精可以利用方言系统 区隔不同的族群 与自己不想打交道的同类保持距离 东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座头精 一开始有着不同的方言 但随后因为一些随机因素 比如一头西边的座头精 偶然加入东边的群络 东边的座头精们 就学习到了来自西边的发音方式 并迅速在整个族群中扩散开来 于是每隔几年 座头精群络的口音 就会发生一次彻底的改变 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为 座头精的文化革命 许多鸟类也擅长学习发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凶草雀 因为它是鸟类研究的模式物种 科学家在它们身上 发现过很多有据的现象 比如雄性班凶草雀脑中 控制鸣畅的一系列发声和团 远比雌性更加发达 呈现明显的性别二态性 这些和团是在雄性发育过程中 通过不断学习鸣畅 才能成长起来 而性激素通过影响 新神经元的替代存活 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0年 生物学家完成了 对班凶草雀的测序工作 这是在鸡之后 第二种被测序的鸟类 科学家发现 至少有800多个基因 同它们的鸣畅听觉和记忆相关 想象一下 800多个基因在大脑中 此起彼伏 如同一个复杂的交响乐团 最终控制它们 形成自己特有的歌声 它们依此引来雌性的关注 并成功传递了自己的基因 然而 所有这些研究都很难得出结论 动物也拥有语言 更何况 对语言的定义 并不完全掌握在动物学家手中 在现代语言学家中 乔姆斯基就坚定认为 语言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 它将其生物基础称为 狭义的语言机能 具体而言就是 人类语言的地规机制 在它的生成语法理论中 通过这种机制 就可以使用简单短语 构造理论上 无限复杂的语句 除了从句以外 还有一种地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个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老和尚在讲故事 从前有座山 在乔姆斯基看来 这虽然也属于广义语言机能的一部分 却是一种基因突变 一个完全随机的事件 而非自然选择的结果 另外一位重要的语言学家 斯蒂芬·平克 也同意狭义的语言 是人类所独有 但他非常激烈地反对乔姆斯基 因为他认为 人类语言的独有特征 不只有地规机制 还有语音、词汇、文法等等 唯地规假说 与人类的解剖学、神经系统都不相符 更加不符合进化论 最终他认为 语言依然是为了适应交际需要 而不断进化的复杂产物 同样是在2002年 大名鼎鼎的插头矿P2基因的研究出世了 人类的插头矿P2基因 和其他动物比 仅仅发生了两个碱基突变 但如果把人类版本的 FoxP2基因转入老鼠体内 它们的发生方式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相关脑区内的神经元结构 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而这一基因受损的人类 则会出现严重的语言障碍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论是 这个变异在过去20万年间 有被强烈正向选择的痕迹 这正好与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崛起的时间一致 人类认知和语言能力的进化之谜 似乎很快就要解开了 可惜 2018年的一个研究 推翻了这个正向选择的结论 原来当初只是人类样本太小 造成的数据偏差 虽然插头矿P2基因依然重要 但是仅仅改变一个基因 是造不出真正的语言的 因为语言不仅仅是字符串 还是信息 知识 文化 沟通和智慧 正是这些造就了人类 又推动了人类语言本身进化 并最终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这里是由大象工会出品的混乱博物馆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信 微博 哔哩哔哩 知乎 极客 YouTube搜索 混乱博物馆关注我们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